王振热情地邀请麦宗宇一起吃饭 而麦宗宇也没拒绝 王振对待麦宗宇非常客气 还亲切地给他夹菜 这让麦宗宇的内心有些动摇 令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 王振不仅没有让人将他带回战俘营 还跟他一起同吃同睡 我党将士的胸怀迅速感染了这位国民党败将 之后麦宗宇就加入了共产党 我军在杨马河全揭了胡宗南的135旅 这可让胡宗南炸了毛 随后他将失败的责任 全部甩在了刘勘的头上 怪他支援不利 刘勘一听就不服了 之前我说守株待兔 你不同意 现在失败了 就甩锅给我了 但不管刘勘怎样都没用 胡宗南根本不在乎他的感受 真是关大一级压死人啊 而杨马河一战的胜利 奠定了我军彻底粉碎胡宗南集团的基础